夏女士当着记者的面做起了实验 画面左侧是她半个多月前买的好奇精装纸尿裤 画面右侧是家里剩下的好奇精装纸尿裤 两片纸尿裤都是XL号的 唯一的区别是画面右侧这片纸尿裤是老款 第一次现场试验 夏女士把两片纸尿裤撕开以后 各自倒入一杯掺了酱油的清水 过了20秒后 左侧新买的纸尿裤里还有不少酱油水 而右侧家里用剩的纸尿裤 已经完全把酱油水吸收了 第二次现场试验 夏女士和记者同时把一杯酱油水 倒进新旧两款纸尿裤里 依然是右侧的纸尿裤 吸水速度更快一点 而且可以看到我这边的速率确实要快一些 而且我这是水倒的最多的地方 同样还是触感方面 我觉得夏女士他们家这次买的 这个明显是潮的这个母航区 这一面的话 手感相对要干燥一些 好 我们等待一下 看一下他们的吸收 我们现在就可以明显看出 这个新款的这个水 完全就是窝在这的 完全不吸收的 满满一杯酱油水倒进去的话 它的这个新品的话 它的吸收能力是很差的 速度很慢 然后吸完了之后 它的那个尿布室的正面 它还会有外肾 用剩的那批 它的那个吸收速率会更快一点 然后它的反面是没有任何颜色 也没有外肾的 夏女士介绍 两岁多的儿子 不管白天还是晚上都会穿纸尿裤 这些好奇精装纸尿裤 都是在天猫超市买的 最近一次消费记录是3月25号 她买了三件好奇精装纸尿裤 尺寸都是XL号 开始使用 当天晚上她就是有尿床 然后我们就洗床单 然后隔天又是同样的情况 然后孩子去脱班的话 老师反应也是说有漏尿的情况 还好我们有备用的衣裤 另外一个就是说红屁股 然后最夸张的一次就是说 她刚刚给它换完 然后喝了一点水 然后一泡尿下来 直接从那个裤子里面 漏到了地面上 夏女士表示 这次在天猫超市买的纸尿裤 目前已经用了40多片 基本都有漏尿的情况 这肯定不对劲 她向天猫超市客服进行了投诉 超市的商品质量也会都是 经过天猫超市严格审查的 所以咱们这些所说的商品 都是正品 非常多的商品 带来了不好的购物体验 我们是支持承担 预备退货退款的 但考虑退货从白等了 也比较耽误你的时间 你入下不退货 为你申请补偿你的这个退款 天猫超市 她客服给我的方案也是说 可以给我办退货退款 但是我认为 首先我要一个解释 而且如果说是供货商 它是一个 你验子合格的一个供货商的话 确实它的资质链路 都是很完整的话 那它的这批商品 是否你们做过检测 这批好奇金装纸尿库的外包装上标明 生产企业是金百利南京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生产日期是去年12月21号 金百利全国客服跟夏女士 核对了纸箱上这排串码 和纸尿库外包装上的生产日期 我们遇到的这个商品质量的这些问题的话 到时候你会给专员给我电话解释的是不是 对 是的 会有相关专员直接联系 我们这边如果说客户想要检测产品的话 是有两个途径 一个说有我们这边的工厂直接进行检测 或者说客户可以通过第三方的提供来进行检测 这个都是可以的 如果客户觉得麻烦的话 那倒是跟我们来电 我们这边的话 会把样子进行回收 夏女士表示 自己对天猫超市没有任何索赔的要求 只希望平台跟供货商核实情况后 针对这批好奇精装纸尿库的吸水问题 给自己一个清晰合理的解释 对此天猫超市客服回复说 24小时之内会有专人联系夏女士 我们也会继续关注此事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请订阅转ady 感谢观看